HELLO 延續一切子 先是下午3點12分 練習的是14201077 隱藏儲存格 還有群組大綱等用方法 首先練習的是隱藏 針對隱藏的部分 隱藏儲存格 在食物上也會常用到 但是就是它有缺點 比如說我現在 練習一下 CEEF C的F 請下全勤新資加滿肥 這邊要隱藏 選區範圍按右鍵 記得是右鍵 倒數第二個隱藏 就成形這樣 要取消 不是這樣點其中一個格子 是沒辦法的 記得要點V和G 兩個區塊的中心點 就是涵蓋的 記得這個地方比較容易出錯 按右鍵 取消隱藏 最後一個 這次 假設是C和D 右鍵隱藏 取消就要V和E 取消隱藏 最後一個 那要是局部性隱藏 也是可以 比如說我 這三人隱藏 然後十人要隱藏 那隱藏多個 局部的 這個要隱藏 然後這個地方也隱藏 也是可以 但是變成說要 下一次 下一次要再 取消隱藏 會忘了哪一個區塊 哪一個格子 那該怎麼做 先選取消 先選這個全部 取消隱藏 好 可以先一到 這個地方 是列 這個地方 還是有調好 AVCE 有調好 那可以叫 AVCE C和E2 區塊 右鍵 取消隱藏 這個地方要自己去摸索 因為會隱藏的話 就是 如果是很單純的 某一個區塊 這比較簡單 那如果多格的話 就會 時間的話 會很容易漏掉 意外 那記得就是 這是隱藏的一個缺點 好 接著是另外一個方法 是群組大綱 等一下那邊 群組大綱 那到同小異 但是 還是有一些 群組大綱 老師的建議是比較好用 群組大綱 好 來洗一下群組大綱 比如說我剛才是 C第一 這個區外 按右鍵 選取方按右鍵 平常 那現在啊 進行的是 群組 比如說 好 選取範圍 第一個步驟應該都是選取方 好 按右鍵 剛才是右鍵 現在是 資料 群組這個區塊 這邊有群組 要取消群組 好 等一下群組 第一個 好像是這樣 那怎麼判別 這邊有1和2 1就是這樣 1就是有點類似 折疊 2是展開 判別一下這個 1是折疊 2是展開 好 那要取消的話 選擇 1就是按照圓形 資料 群組旁邊的取消群組 我看一下 好 即可 那這設定的話 再點回去 群組 1和2 1是折疊 2是轉開 取消是旁邊的 取消群組 好 另外還有一個 我看一下 好像還有一個 比如說這個範圍 好 這範圍是有自行練習的 也是很好用的 就是我要一口氣 就是設定群組 這個前提 有一個規則就是必須有函數的地方 會有設定 我再設定一下 然後拿資料 這邊剛才是群組 現在是自動建立大綱 等一下 這樣看怎麼判定 這個燃焊列都呈現1,2 1,2,3怎麼判定 1,5剛才說過 折點 測試一下 2呢 展開 一折點 展開 有單價銷售料 就是展開 折點是這樣 呈現銷售金 照片 7應該怎樣 展開 圖上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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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點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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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話 細項也會跟著找來 再點一下 再點一下 這個要自行去測試 很簡單 再如何去判別 如果要取消 在資料 旁邊有一個取消全組 這邊有一個清除大綱 即可方便 現在外面再做一個 聲音蠻大聲的 以上是 七折隱藏儲存格 以及尋主大綱的應用方法 很簡單 了解一下它的位置 以上